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要为您带来的仍然是有关于川普总统健康情况的更多介绍 在今天早间美国参议院卢比奥在个人推特上面发表七道词 你们不要忧虑 凡事要靠着祷告和祈求带着感恩的心 将你们的要求向神表明 这样神那超乎一切理解的平和 必在耶稣基督心里保守你们的心思 被认为是含蓄地表达了对于总统健康情况的祝愿 而有趣的是在昨天晚些时候 川普总统发布了四分钟的对全国演说 其中他特别把新冠病毒叫做新冠病毒 但是之后加了一句或者你随便叫他什么吧 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提到中国病毒 引起怀疑是不是总统将对中国病毒这样说法有所淡化 但是当天晚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个人推特上面批评CNN 说CNN的某一位主播促进了中国的喉舌宣传 还引用了中国国家媒体的说法 当时沃尔夫在CNN上表示 中国在处理病毒的过程中做得很对 蓬佩奥表示对于这样的说法表示不赞同 他反问道他们做得很对吗 这个病毒是武汉病毒 还特别把武汉进行了大写 目前尚不知道川普总统的病情会对于中美关系到底有何影响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川普总统生病之后 各国元首纷纷送上问候 奇怪的是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邪夫人的问候 却比其他元首迟来了好几个小时 直到川普总统在推特宣布确诊之后的二十多个小时之后 才进行发布也引起了外部的疑虑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两位接近自协跳动公司的人士透露 在TikTok这一款短视频应用在全球大受欢迎之际 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前中国政府官员负责决定 哪些内容应该被允许在TikTok使用 这一位叫做蔡正的人在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工作了四年 而他根据现在已经被删除的领英个人界面 在北京负责字节跳动的全球内容政策团队 直到今年年初 而该公司加快了一项行动 让其最大的市场自行决定 哪些视频应该被删除 蔡先生被认为是TikTok政策制定团队的核心人物 现在最新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对该应用的北京所有者字节跳动 以再否认中国政府对TikTok任何运营有影响的质疑 TikTok被美国总统描绘成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 现在这样一款应用正试图与甲骨文和沃尔玛合作 重组其所有权和运营 以避免被全面禁止 而TikTok已经在印度被禁止 这按照用户数量计算是其最大的市场 这一位叫做蔡正的人是在二零一八年加入字节跳动的 当时公司因为TikTok的中国姊妹版应用抖音上所运行的视频问题 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审查 这样的压力迫使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发表道歉声明 并向政府路线靠拢 这一位前北京官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全球信任和安全团队中任职 并为TikTok还有其他的国际应用可以接受的视频来编写指南 根据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 蔡正原非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义者 他的背景和培训可能影响了他和一个主要由中国政策分析师所组成的年轻团队 如何实施策略 也就是防止有争议的内容出现在短视频应用上 在他认知期间TikTok被指责压制了一些扰乱中国政府敏感情绪的视频 包括一个十几岁美国女孩子的视频 该视频提高人们对于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监禁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认识 而TikTok否认压制政治敏感视频 并表示该视频被删除是意外错误 而在去年九月根据泄露给卫报的文件 经过该与公司关系密切的人士证实是真实 这些文件显示TikTok禁止了有关于西藏和台湾独立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相关视频 而TikTok方面表示这些政策已经过时 文件是历史性的 但是有一位人士表示在文件被泄露时 内容版主仍然可以访问到这些文件 而TikTok的发言人表示蔡郑先生没有参与制定政策 这些政策早于他进来 他与我们不断增长的区域和本地团队合作 对我们早期的内容政策进行本地化 而TikTok现在已经形成内容政策和管理视频责任 并且把这些责任下放给在洛杉矶都柏林 新加坡和硅谷的三个中心 相关人士表示这一些中心的负责人向北京的全球新任与安全负责人汇报 这位中国女星在字节跳动内部以化名 寓意F为名 而公司内部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两位人士表示蔡先生在一月初从内容政策岗位上被调理 而此后她的角色一直没有被填补 而字节跳动方面表示 在聘用蔡先生时并没有考虑她之前的角色是在公共部门 在聘用过程中也没有与政府进行对话 而随着TikTok继续在区域中心建立全球安全团队 蔡先生决定转到字节跳动的游戏团队 尽管现在内容政策都是在本地运行 但是知情人士表示构建标签 编写哪些视频显示给用户的算法工程师仍然主要在北京和上海 不过现在在美国西海岸新加坡还有都柏林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一位人士指出美国TikTok的员工在美国大选前后从事政治内容的调控工作 需要请中国的同事帮助他们打造产品来监控此类视频 而TikTok表示目前还没有广泛的证据表示 有人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利用平台发布恶意视频 而TikTok方面表示我们已经并且继续将把垃圾邮件和可疑行为删除 发言人还表示现在字节跳动在硅谷有数百名工程师来扩大平台规模 而TikTok的首席安全官也在美国 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 包括那一位神秘的UEF在内的所有信任和安全团队 都将向位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层汇报 迫于压力字节跳动已经推出将内容政策和版规的控制权移出中国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我们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周五通报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红 涉嫌严重危机违法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众所周知董红现年六十六岁 早年前曾经为薄熙来的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担任秘书 而从二零零零年之后就长期跟随王岐山被视为得力助手 而现在中纪委的官方网站上对于董红接受调查的通报新闻 没有透露他接受调查的具体原因 而就在今天有关于董红的百度百科词条竟然被删除 其实有关董红个人情况的公开信息并不多 但是如果查看历史记录 有关于董红的简历仍然可以看到 其中表示董红是一九五三年生 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 任中央巡视组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组五组组长 而在二零二零年十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在人物履律中百度百科介绍反复强调了他与王岐山的关系 比如二零零零年三月之后 在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提改办公室主任 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期间 董红一路跟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产业体制司司长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 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三年八月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而在二零一五年二月担任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副组长 进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张家口时调研 而中央巡视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是五组组长 董红等人参加考察 因此这一段简历显然是写在有关于董红被查之后 而删除也在这其后 删除的原因是否为了避免产生 而删除的原因是否为了避免产生与王岐山有关的联想 目前没有更确切消息证实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按照 长官官都可以继续关注华尔街 man he wants to back home to white house and get back to work but I think he's going to stay at walt to read for at least another period of time look I went through this virus myself as you know Margaret over the summer and even if you have no symptoms that r boys I had that very very minor symptoms day 7 and 8 you know are the critical days so I think the doctors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they're there for the president and is the best treatment but he's doing well I spoke with him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on friday 我撿은гли子与 visas社会的 譴 previous weather Orb tom Aa staff in EF5 rale my contrastart by General patra Chef and I was able to call the president after he was tested positive to get given the update on the attracting to get his feedback for the afternoon sessions and he was in good spirits and and was you know firmly in control you know III think what's happening is people are getting tested on a regular basis I've seen number of my colleagues here this morning who tested negative for three or four straight 来自在郓iennent投��正接受炆驯库到底等 来自统 Santos你们必 Speed curry 中国人看到装 own 但这样的事件啊 那天看到 Spanio 能够进行 by 我们都在正ate 限li我们 昨天香港 特别 Unidos 利益 議員 非常感染的尤其他 委員會提到 kamu覺得,會否acious 會議會 års 你現在應該有關 提高是 詢lichen,我可以問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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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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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拜托拜托 教授호ージ,我明白 老人都ります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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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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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is tested negative along with his family so I think there will be very strict protocols in place to protect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ebate the debate Senator Harris the vice president and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t's going to be a very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have a conversation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to hear it's an important conversation we've got to deal with this virus it's here it came from China we can never forget who's to blame for it but we've got to continu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so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make a big decision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have you and the team discussed a scenario in which at some point the president might have to transfer power if he can no longer discharge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his office no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s on the table at this point again the president you saw him on the video but it may be as you just said well look he's doing very well and and just like it could happen to anybody but we're prepared look we have a great vice president we have a government that is steady and it's steady at the tiller and we'll be briefing the president this afternoon that general milley secretary pompeo myself will be giving him a national security brief uh this afternoon from from the white house here he'll be at walter reid so we'll do it by secure video conference or secure phone uh so look the government's doing well uh the president's doing well and i'm not going to address hypotheticals but but we we do have a uh we have plans for everything okay because you do know that president reagan and bush at one point temporarily signed over power while undergoing medical treatment so this is it yes i i think those were i i know they were colonoscopies and uh and and so they were under anesthesia and weren't uh weren't available at that time i think we'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he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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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ar the presence in great shape he's firmly in command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okay 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4日上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之外 川普总统的医疗团队针对总统的健康情况所进行的最新通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现场节目 现在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的主治医生康里医生 此前我在节目中也多次介绍过这一位医生 这里医生介绍我们对总统的情况进行24小时的密切监护 同时与已知的科学文件还有统计数据进行比较 来确保我们对于总统的治疗方案是最佳的 这里医生介绍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总统经受了两次短暂的血氧饱和浓度的下降 在有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 我们有过争议并且在如何对待这样的情况时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我想先用这个机会 根据总统过去几天的病情所出现的情况 给出一些猜测性的推论和分析 同时也对总统的健康情况 对于你们进行更多的情况的更新介绍 今天早上当我离开总统的病床时 总统的情况非常好 持有非常温和的症状 而同时他的血氧饱和浓度在超过95以上 是比较健康的范围 而在周五上午晚期时候 当我离开总统的病床时 他当时发高烧 而且他的血氧浓度短暂的到了低于94以下 因为这样的两次情况的变化 我对于这一次病情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心有担忧 于是我决定对于总统进行疏养 看他的身体反应会如何 总统当时很坚持 他不需要这些额外的补充氧气 他当时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他只是感觉很劳累 并且有高烧 这就是他的症状了 而在一分钟之后 就在他输养 仅仅输了两声之后 他的血氧饱和浓度就恢复到了正常的状况 在输养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那么他的情况就恢复了正常 而在当天晚期时候 当我们的医疗团队再次到总统的病床旁边来进行检查时 总统已经可以起来 活动而之前的症状已经没有了 但是虽然出现了这种可惜的情况 大家都同意 他应该继续来到沃尔特里德医院 来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测和观察 现在我想做的是 请杜利医生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杜利医生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杜利博士说 当我在为大家介绍情况之前 我想再重复一下 我昨天已经强调过的事情 就是可以在这个多个机构的团队中做工作 我有十分的自豪和骄傲 说到他的诊断病征情况 现在总统这位病人的情况仍在好转 他从周五就已经开始没有高烧症状了 他的生命体征数据都非常好 而且从今天早上开始 没有有关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他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医疗设施中自由走动 而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们现在针对他的心血管功能以及肝脏病 在进行长期的不断的监测 而我们的监测结果表示 这一些功能都是正常的 或者是在出现好转的情况 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身边的来自 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加尔格维医生 让他来介绍现在有关于药物治疗方案的更多情况 现在加尔加维医生表示 谢谢你多位医生 我想说的也是我十分的光荣 可以作为照顾总统的团队的一部分 同时我光荣的原因也是 我可以成为这一个多个领域的多方面团队的一部分 来进行这样的通力合作 在昨天的夜间的时候 总统接受了第二剂的瑞德西维的治疗 而现在他对药物的容来似乎是不错的 我们能在密切监视总统 看是否会出现可能的副作用 而因为总统曾经出现了短暂的血氧浓度下降的问题 正如刚才康里医生所说的 所以我们对他也进行了相关有关于血氧浓度的治疗方案 在昨天他接受了第一剂这样的治疗 而我们的计划是在未来继续相关的诊疗方案 今天总统感觉非常好 他可以自由的起来活动 而我们的计划是在他今天可以让他进食并且饮水 并且密切关注他的情况 如果他的情况持续好转的话 那我们的计划是最早在明天就可以让他出院 并且回到白宫 在那里继续我们的治疗方案 好现在呢是结束了整个听到内容 而现在是把时间留给了现场媒体来进行提问 有关于媒体的问答环节 我们将在稍后的华尔街网报节目中在明天进行详细的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现场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谢谢您前来收看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欢节目 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川普总统健康的更多情况 在此前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现场节目中 在此前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现场节目中 我们已经为您现场同声传议了总统医生对于总统情况的最新介绍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 那么这里是一段简单的回顾 川普总统的医生在今天上午表示 总统的病情正在改善 他可能会在周一出院 但是他首度承认他的氧气水平下降了两次 而最新的一次是在周六 并表示现在正在服用一种通常推荐给严重病例的类固醇类药物 在医生和川普总统的顾问提供了几天相互矛盾的信息后 总统的医生康利周日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再次向记者介绍情况 他表示总统的病情继续改善 但是他也承认川普总统的病情有时很严重 并且承认前一天是试图提供乐观的评估 而这些评估不一定符合现实 康利医生表示总统经历了两次氧气水平的下降 在第一次在周五早上晚些时候 总统的氧气饱和度下降到了百分之九十四以下 他接受了大概一个小时的补充氧气 康利医生表示他当时还经历了高烧 但是他没有说明他的体温是多少 而医生表示总统的氧气水平在周六也下降了 当被问及总统先生在周六是否需要补充氧气时 康利医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表示我得跟护理人员确认一下 之后说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的确是这样 那么也将是非常有限的 他还拒绝详细说明 医生对于总统的肺部检查发现了什么 而白宫没有立即回应后续的询问 这样的回答也引起了关于总统先生病情的更多疑问 总统医生说他一直在使用地塞米松来进行治疗 这样的药物是一种常用的类固醇 已被证明有助于重症情况 而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月发布了最新指南 建议对重症或者是微重症患者来进行类固醇治疗 包括呼吸困难的患者 还有需要用呼吸机或者是面罩来进行氧气支持的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治疗非严重的患者时不要使用类固醇 而川普总统在周五在诊断阳性后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医院 从那时起他的顾问们对他的病情提供了混合的信息 有的时候让外界不知道情况到底如何 而在周日医生表示总统的生命体征稳定 没有出现呼吸急促困难 自周五以来就没有发烧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没有在周六的简报会上提供有关总统病情的更严重的 也更真实的细节时 康里医生表示我试图反映出我们团队的乐观态度 总统通过整个疾病的过程 还有我不想提供任何信息 有可能将疾病的过程引向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方向 但是我知道这样做就显得我们好像想隐瞒一些事情 但是这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川普总统的诊断使他确认新的最高法院提名人的能力变得复杂 这也进一步扰乱了总统的竞选活动 现在距离选举日仅有三十天 并产生了有关于疫情的新的焦虑 而病毒已经夺去了超过二十点九万美国人的生命 白宫的官员和总统盟友坚持认为 尽管川普总统患病 但是他可以继续履行总统的职责 川普总统在周六发布到推特上的四分钟视频中向公众发表简话 他表示自己感觉好多了 并且补充说他希望尽快恢复 以便可以完成总统竞选 总统表示他没有别的选择 可以在大流行期间出现在公众面前 并且解释说他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继续来领导国家 他说我不能被关在楼上的房间里什么都不做 而白宫的助手表示川普先生正在继续工作 我跟总统谈过了 川普总统完全参与并完全负责 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而官员们说总统定于在今天也就是周日来听取国家安全简报 白宫还分发了一些照片表示这些照片显示川普总统在沃尔特里德继续工作 而正如我们此前为您所翻译介绍的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周日表示 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向副总统彭斯转移权力 他表示不这不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他随后补充说我不会解决假设行的问题 但是我们对一切都有激化 奥布莱恩还表示戴口罩现在在白宫西议是强制性的 而此前在整个大流行期间都是自愿的 如果总统的情况出现变化 他可以根据一九六七年批准的第二十五修正案 将权力暂时转移给彭斯先生 这种转移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三次 当时的总统罗纳德里根还有乔治布什接受了劫肠镜检查 在其他的场合 比如一九八一年里根先生被枪击 不得不进行紧急手术时 权力没有正式转移 而现在川普总统的连任团队正在采取行动 希望让竞选活动可以重新回到正轨 即使现在川普总统的愈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而副总统彭斯将领导这一项工作 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周日 在NBC的会见记者节目中表示 彭斯先生预计本周将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进行竞选活动 他定于周三在盐湖城 与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 也就是我们说的贺锦丽来进行辩论 米勒先生描述了一项努力 其中包括彭斯先生川普家族成员 还有其他五十多位代理和关键支持者 将开始遍布全国各地 他将其描述成为MAGA行动的修改版 他说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充实的时间表 第一家庭还有彭斯将进行一场运动 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米勒先生拒绝透露川普的家庭成员是否会隔离十四天 这是白宫的冠状病毒工作组所给出的指导意见 适用于与疾病携带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而川普总统的家人陪同他参加了在上周二 在克里夫兰举行的第一次总统辩论 而彭斯先生最后一次见到川普总统 是在总统离开去参加辩论之前 根据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彭斯副总统还有他的妻子第二夫人卡伦彭斯 周日再次进行检测并且呈阴警 有一位官员表示出于谨慎 副总统自从周五以来一直留在他的住所 以限制与可能曝露的人来进行接触 米勒表示最初的竞选活动将是虚拟的 我们将在周一举行一个大型的虚拟集会 或者说是我们的第一次虚拟集会 然后一旦可以面对面竞选 我们就会这样做 川普总统的竞选高级顾问科尔特斯 在出席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则表示竞选活动将继续进行 但是要非常谨慎 他表示这一点原来我们已经做到 而现在更是如此 川普总统在上周病毒检测呈阳性 随后在周五住院 迫使拜登和川普竞选团队都进行调整 米勒驳回了之前有关于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 他表示整场竞选的关键仍然是中西部 竞选活动对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仍然充满信心 他表示川普总统的竞选活动在北卡尔莱纳州 还有佐治亚州的数字正在增长 他表示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密歇根州会比较的紧张 而现在整个的中西部可能是最后的决定关键 而拜登竞选活动的经理则表示 拜登竞选活动已经停止了负面广告 他说希望川普总统可以尽快恢复 他将考虑其前进的基调和调整 他说我们会边走边看 而川普竞选活动的米勒先生则驳斥了以下问题 如果川普总统失去能力 彭斯副总统是否应该隔离 或者是考虑进行虚拟辩论 而不是按照原定计划与贺锦丽女士进行现场辩论 他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拜登和贺锦丽在外面竞选 他们没有要求进行远程辩论 而说到有关于川普总统的病情 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里安尼在周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 他觉得中国应该对川普总统感染病毒负责 他说请不要麻痹大意 为了我们未来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必须复苏回来 他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否则你知道谁会攻击我们的国家吗 是中国 而且他就在用这个东西来攻击我们 相信我 他说我要求他们对前天发生在我的总统还有其他人身上的事情负责 而总统表示美国将让中国在疫情中的角色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但是迄今为止官方的行动仅限于旨在阻止疾病传播的旅行禁令 还有冻结贸易谈判相关事宜 而朱利安尼表示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他们承担责任 他说他在周六与总统电话对话大概三十五到四十分钟 涉及到了总统的健康还有相关政治问题 而川普总统将朱利安尼的信息传达给了他的连任竞选活动 朱利安尼说我不得不让他离开电话 他回去休息 他说他确实非常希望可以尽快出院 他说他现在觉得可以出院了 他说第一天感觉很糟糕 但是现在觉得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 那是昨天的三点钟他感觉非常好 没有发烧有点累 但是对他而言感觉累并不算什么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我们're getting great reports from the doctors this is an incredible hospital Walter Reed the work they do is just absolutely amazing and I want to thank them all the nurses, the doctors, everybody here I've also gotten to meet some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first responders and what a group I also think we're going to pay a little surprise to some of the great patriots that we have out on the street 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ve got trump flags and they love our country so i'm not telling anybody but you but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but i just when i look at the enthusiasm and we have enthusiasm like probably nobody's ever had our people that love the job we're doing we have more enthusiasm than maybe anybody so uh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i learned it by really going to school this is the real school this isn't the let's read the book school and i get it and i understand it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i'm going to be letting you know about it in the meantime we love the usa and we love what's happening thank you 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四日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川普总统健康有关的消息 这里首先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所透露的消息 川普总统在周四没有透露一次快速检测的阳性结果 同时正等待更加彻底的筛查结果 川普总统在周四晚上收到了阳性的结果 然后在福克斯新闻上露面 在节目中他没有透露自己的检测结果 相反他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报道 就是有一位高级助手的检测呈阳性 并提到他当晚要进行第二次测试 表示正在等待结果 当时在福克斯节目中 川普总统表示我今晚或者是明天早上就会拿到测试结果 而在周五凌晨一点 总统在推特上面表示他的检测结果确实呈阳性 根据白宫的协议 只有在快速测试显示出阳性读数后 才会进行更可靠的测试 以筛选鼻腔样本 而根据知情人士表示总统的测试遵循了协议 随着现在病毒在总统最亲近的人中传播 川普总统要求一位顾问不要透露自己的阳性测试结果 根据一位熟悉谈话的人表示 不要告诉任何人 川普这样表示 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总统还有他的高级顾问也旨在对早期的阳性结果 保持如此密切的关注 以至于他的竞选经理斯蒂芬 在周四早上不知道总统最亲密的白宫助手之一 希克斯检测结果呈阳性 直到看到当天晚上的新闻报道 而川普竞选活动在周五晚间表示 斯蒂芬先生的检测结果是呈阳性的 而川普先生的内部圈子最初的秘密 在西裔产生了一种焦虑感 在公开场合 白宫已经发布了多次有关于总统健康状况 和不断变化矛盾的声明 这让一些官员担心自己的声誉 有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我在推特和电视上看到各种信息 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西裔的任何人那里得到官方的沟通 而现在有关于谁感染了病毒缺乏明确的沟通 已经延伸到有关于总统接受治疗时状态的报道 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 康丽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症状正在改善 但是几分钟后 另外一位白宫高官警告记者 川普最近的情况令人担忧 而愤怒的总统迅速从他医院的房间里拨通了一位顾问的电话 总统当时用了F开头的脏字说是谁说的 根据熟悉电话的人向记者表示 而美联社后来确认这个人就是白宫的幕僚长梅多斯 总统的医生在周日表示病情正在改善 在周一就会出院 但是也表示他正在服用一种通常建议采用在严重病例的类固醇 这种快速移动的情况起始于周四晚上 当时川普先生在福克斯上证实他最亲密的助手希克斯检测呈阳性 但是说我只是听说了这一点 而CBS首先报道 当时川普总统已经收到了自己快速测试呈阳性的结果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希克斯女士当天上午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阳性结果 而这样的信息只在一个紧密的顾问圈子里传播 当晚彭博首先报道了希克斯女士的阳性检测结果 而白宫没有就阳性测试结果提供官方声明 竞选官员表示斯蒂芬先生还有川普竞选团队的其他成员 首先从彭博社得知希克斯女士的阳性测试结果 并没有就是否继续周四的新泽西之行来进行咨询 而白宫表示行动小组认为这次旅行是安全的 而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总统当天上午快速测试呈阴性 而美多斯表示白宫在前往新泽西时就已经知道了希克斯女士的结果 并表示政府将一些顾问撤出了这次旅行 总统当天下午一点多离开白宫 不取消新泽西之行的决定引起了一些健康专家的批评 有人表示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而白宫官员表示他们的医疗团队正在对检测呈阳性的困难 工作人员进行接触者追踪 但是知情人士也表示这样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而现在追踪过程越来越重要 因为川普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 上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遵循正常的时间表 很少使用安全距离还有口罩来阻止病毒传播 在某些情况下协议得到了遵守 在新泽西的活动中议会者必须测试阴性 完成健康问卷并且通过体温筛查 而客人与总统也需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新泽西的前州长克里斯蒂在周五表示 他也是通过新闻报道才了解到白宫最初的阳性测试结果 没有人与他联系 而说到整件事情的关键人物 还有一个就是康利医生 这一位四十岁的医生现在负责着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病人 就是川普总统 在没有分享细节的情况下 白宫的最高医疗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现在工作的压力正在压迫着康利医生 康利发现自己处于几十年来白宫医生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的中心 而川普总统在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后入院治疗 而总统已经多次淡化这种病毒的风险 而康利现在对于总统病情的处理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因为他周六对于川普总统的状况进行了乐观的宣判 但是没有披露总统已被给予补充氧气并且服用一种为重症冠状病毒患者所保留的类固醇 而白宫医生周日在媒体的压力下终于披露了这些细节 承认川普总统氧气水平一度下降 而他自己承认最初没有分享这些信息是因为不想引起恐慌 但是早在总统感染了这种病毒之前 康利的同事就表示他们对他认为缺乏独立与白宫的政治行为感到失望 一位曾经与他合作过的人表示 他的每一次发言似乎都是政治性的 是由白宫或者总统决定的 康利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而白宫发言人迪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这个关键时刻媒体选择对这样的一位身为美国海军军官的总统医生进行攻击性的报道 这是完全令人厌恶而且不负责任的 他表示康利医生是合格的天才医生 拥有丰富的经验 非常适合为总统服务并确保他从疫情中完全康复保持健康状态 但是国家安全专家却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在今年春天当康利选择用抗虐剂药物治疗川普总统时 有关于他的问题开始出现 总统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疗法 即使有研究表明可能会增加患者的风险 而康利在五月十八日的备忘录中表示 他得出的结论是治疗的潜在好处超过了相对风险 白宫还多次在声明中引用康利的说法 说政府正在适当地降低这一种疫情的风险 尽管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并不戴口罩 并且时常举行公开集会 在三月在一名与川普总统合影的巴西官员检测出阳性后 康利发声明表示总统的风险很低 不需要自我隔离或者是接受检测 以前的同事认为康利为人非常和群 但是表示他缺乏担任该职位的人所拥有的丰富的管理经验 在担任海军的急诊医生并在阿富汗服役后 他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才加入了白宫医疗单位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就被挖来担任最高职务 康利取代了之前的杰克逊 川普在二零一八年三月提名他去掌管退伍军人事务部 而几周后杰克逊在工作场所行为的调查中被迫退出这一职位的考虑 白宫官员表示康利是该部门的高级医生 并以代理身份负责该部门 直到白宫运营总监提出最终的建议 任命他担任这样的职位 其实康利是一位骨科医生 而他的前任都是内科医生或者是全科医生 骨科医生与内科医生受过类似的训练 也有同样的开药权 但是一个关键的区别是骨科医生的训练重点是骨骼和身体的关系 当他加入白宫时杰克逊成为了康利的导师 根据前顾问表示杰克逊把这一位海军医生收归门下 他指出两个人都有在军中当急诊医生的共同经历 而前政府官员指出康利在军队中的角色动态 就像他的许多前任一样 使他难以反驳总统 因为作为一位海军军官 康利最终要向总统报告 不能违抗总司令的命令 而与康利共事过的同事表示 他们对于他在周六在乌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外的简报中 对总统的情况描述感到震惊 他一再回避问题 而政府官员后来证实 川普在去乌尔特里德之前 周五在白宫接受了补充氧气 在康利发言后不久 白宫的物料长梅多斯又对记者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说法 这样互相矛盾的说法 促使人们对于总统的健康状况感到十分的困惑 而在今天总统的一项行为到底又没有得到医疗批准 又再次陷入了争议 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表视频 表示自己将乘车队去外面与自己的支持者进行见面 而根据现场视频 川普总统戴着口罩坐在SUV车辆中 有特群局员工来开车 带他在附近的街道上兜风 而旁边站满了川普总统热情的支持者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健康专家的担忧 认为有可能会给特群局的员工 带来不确定的麻烦 而同时在总统大病未遇期间来进行这样走出医院的活动 似乎也是不适当的 但是根据白宫发言人后来的说法 是总统医生康丽亲自批准了他在医院外的驾车支持活动 他表示医疗团队批准了这项活动 认为这是安全的 并且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 以保护总统和所有支持他的车队 而说到另外一位争议人物恐怕就要属现在白宫的幕僚长梅多斯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 梅多斯现在在白宫西域遭到了很大的抵制 原因是他工作不利并且缺乏信息沟通 文章表示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没有能够及时向总统的助手们 传递任何有关于他在危机时刻应该如何行事的指导 而自从川普先生周五下午前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之外 现在的西域已经成了鬼城 由于总统住院而同样检测成阳性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也在白宫康复 周末只有少数官员 或者是通过电话来给川普总统做国家安全简报 要么就远程上班没有出现在白宫西域 而西域现在一片空荡荡 通常是因为很大的一部分高级员工经常与总统一起旅行 无论他去哪里而在过去的几天里这里显得格外的安静 有一些工作人员在与总统接触后 要么已经生病要么正在进行隔离 而另外一些顾问比如梅多斯先生 还有白宫负责沟通的斯卡维诺先生 为了保持在总统身边一直在医院 而最近几天梅多斯没有对西域的工作人员进行部署 包括法律顾问还有一些通信工作人员 他们一直在国会山彭斯先生的办公室外 为预期的最高法院听证会做准备 而彭斯先生本周也在住所来进行工作 而缺乏梅多斯先生领导的许多政府官员来说 这并不完全意外 他们长期以来对梅多斯的运作方式表示失望 认为他忽视了那些要求与总统交谈的机构领导人 向总统传递信息的请求 而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只专注于试图为自己取得地位 并且取悦川普总统这一位老板 国会山的一些川普盟友表示 梅多斯处理当前危机的做法让人感到不安 而政府官员对于他传递川普总统健康信息的策略 或者是动机感到疑惑 之前我们已经向您介绍到梅多斯先生在周六 与总统医生所传递的一切都很好的信号相互矛盾 他告诉记者我们仍然没有走上完全康复的明确道路 当时他要求匿名 但是后来梅多斯却被拍到他与记者说话 有川普的盟友为他辩护 他说我认为白宫澄清事实是明智的 我们从这种病毒中学到的是有一个时期 我们必须密切监视他 他这样说是非常聪明的 他说的在现实中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对于白宫幕僚长 试图匿名向记者窃窃私语 而被抓到的形象感到震惊 工作人员中的反应也是褒贬不一 但是这件事情至少没有提升梅多斯在那些工作人员中的声誉 在川普白宫缺乏来自高层的指导对于梅多斯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工作人员不想听从他们的指导 但是这种动态在现在的危机时刻 还是让人对于梅多斯的管理才能引起了疑虑 更让人对西裔的工作环境感到不安待是 白宫的新闻秘书麦克纳尼女士表示 由于隐私问题现在不计划透露有多少工作人员检测呈阳性 而在白宫之外川普总统的盟友似乎不大担心政府继续运作 而更关心总统竞选的问题 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希望巴雷特法官的提名 能够将新闻周期从病毒和总统的急评中转移出来 如果总统可以康复并返回椭圆办公室来进行竞选活动 共和党人的希望是巴雷特的提名可以拯救他们 巴雷特将像明星一样闪闪发光 并且让大家有新的动力 而如果总统可以很快恢复 这是有可能的 希望总统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就可以好起来 他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壮精神更充沛 他补充到如果是这样那就充满希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